3.西医、中医与原始点医学特色 西医的特色是从果治病 以医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正因西医、从果治病 重医疗、轻、保健 才会难以疗愈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之疾病 此即从果虽可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医疗目的 却也因此忽略了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以达到治愈疾病及抗老增瘦的保健效果 由于从果治病离开保健 改善不了热能不足 由从果治病是从患处下手 也兼顾不了踏出体伤 所以通过吸药 虽可暂时抑制症状 却难以疗愈疾病 通过手术 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所致致疾病 但会严重破坏身体及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不仅难以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且对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也未必能解除 也因西医在诊疗上中医期 轻症状 才会导致医期检查结果 不仅与身体的真实状况 常有出入 此即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或身体无症状 检查却异常 也与医疗治病常有矛盾 此即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需治疗 但异常即非体伤 也非热能不足 所以即便经服药 手术 实死异常 恢复正常了 症状却未必改善 或身体无症状 却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 疾病本身而需治疗 但异常既非症 也非状 所以是老而非病 然而医疗目的是治病 显然出了异常 并非医疗范畴 我们继续 还有这一句 归根究底 产生这种与事实不符 及矛盾脱节的原因 在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并非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在谈这一段之前前面我们说过了 原始点 他诊疗方法都化繁为简 然后优薄反噎 然后这样很容易落实 比如对于新冠病毒我们说的 要智慧病应该不是以疫苗 而是我们把头部跟上背部 只要有体伤 那你把它找出来 你就按推把痛点找出来 那压痛点找出来之后 你按推完再用外热源温敷 就可以解决了 就可以达到智慧病 这么容易民众就可以做 也不用大家来 研发那么高贵的药 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副作用 甚至民众也不会恐慌 知道没有病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积极的保养 然后有病了 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这样的医学 我认为是最简单的 但西医的思维 从最古老的强调的自然力 他们已经发展到现在 已经越走已经越不一样 我们这里再来讲西医的特色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这样 西医它第一段就讲 我们再看上一页 西医是它的特色是从果治病 而且也不像中医的 是以症状为主 他们是以检查出来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异常就是包括异常形态 以异常指数 这个之前都有说过 在此不再赘述 还有检查出体内的组织受损 比如脑溢血 胃出血啦 甚至沾连发炎 关节变形 诸如此类的 我说错 不是关节变形 还有包括肌腱断裂 骨折之类的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刚刚讲的关节变形啊 脊椎侧弯啊 这一类的是属于异常形态 好 也就是西医它发展出来的 它已经不再从医 因为人检查出来 我们刚刚讲的 凡看得到都是果 不可能是阴的 主治受损怎么会是阴 它受损就是果啊 那这些产生的异常 从身体 因为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 才导致的这些异常 它本来就是果也不是阴 所以很明显的 西医这样检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然后又从果治病 一看就知道 这已经把医学又复杂化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下页 这样会有产生什么弊端呢 那我们第一 这里开始要谈的是从果治病 也就是强调它治病 它这里有分两段 就是从果治病 它有什么问题 然后仪器检查作为诊疗 它又有什么问题 大概这一段要谈的是这里 那我们来先就 西医从果治病 那从果治病它们强调医疗 从果治病 它们没有保健的概念 所谓的没有热能不足的概念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西医常常你看 一个妇女生产后应该要做叶子 也就是要补充一些温补食物 甚至中医的温补药 比如时间大补之类的 都很重视体质的改善 但西医可不理会这个啊 西医它是没有这个保健的概念 所以当你做叶子的时候 也可以喝冰水也可以喝果汁 在我们甚至还可以洗 洗冷水澡都有可能 那这个在东方的一些思维 是不可思议的 但因为它们没有这个热能的概念 也就没有保健的概念 所以在这一方面 它们就有很多问题会产生了 我们细细来看 也就是虫果虽然可以改变 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他们说的异常包括异常指数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 它们也可以达到控制 脊椎侧弯关节变形 它们也可以换人工关节 甚至开刀把脊椎调整 这个它们都可以做得到 那它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 疾病症状的医疗目的 但也因为这样 它们忽略了 更重要的那个热能不足 如果忽略了这个 那你要保命就很难 尤其到重病的时候 那你处理上没有用一些热源 那热能继续不足的话 严重消耗的话 甚至会闹人命 所以我们这里说它已经忽略了 改善热能不足 本来这些热能不足可以达到怎么样 致意疾病 也就是致意力嘛 致意力提升了就可以致意疾病 还可以达到延返衰老 增长寿命 甚至还可以预防疾病的保健效果 那这一部分就是 西医因为轻保健 就忽略了这些保健效果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重果致病 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重果致病它离开保健 就是离开这些外面热源方面 那就改善不了热能不足 而且重果致病 它不是从他处下手 几乎都是从患处下手 那从患处下手也 兼顾不了他处体伤 比如讲膝盖痛 那你患人工关节是没有错 可以暂时缓解症状 但破坏性太大 但它的因 比如说臀部的体伤 也未必能解决啊 那以后患了 很多人患了完之后 还是有膝盖痛的问题啊 所以它有时候 也兼顾不了他处体伤 还有西药全部是含粮 没有这些温补的概念 所以它虽然可以暂时抑制症状 很难疗异疾病的 根治疾病是很难的 比如它虽然西药可以控制 高血压 糖尿病 每次吃都有效 但问题会不会好 不会好啊 一辈子都要控制啊 那这样哪是医学 谈不上根本治疗嘛 还有不只这样 如果痛 他们就用止痛剂 甚至用麻痹 那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因为药效过了之后 它还是痛啊 所以只是暂时抑制 那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没有保健的外面热源的概念 是吃了大亏的 而且又没有坚固到他处体伤 所以很难根治疾病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疾病它可以根治疾病 比如说它用手术的方式 手术它即便你膝盖痛 它把你换人工关节 好像膝盖暂时缓解了 但是问题来了 它破坏身体啊 而且会严重消耗热 这还是算比较轻微的 如果是开腔薄腹 来做一个大手术 那这个破坏性更大 体质完全都会被破坏掉 那如果这个病患 它体力已经很虚了 不但很难治愈的 甚至还可能危及生命 而且我们前面讲过了 手术也是从患术下手 它对他处体伤的病症 未必也能解除 比如说膝盖 坐骨神经痛 西医常常讲 哎呀 你的腰椎四五节压迫到 但开完刀 它坐骨还是痛啊 但这个坐骨神经痛 我们只要在臀部 按一按它就好啦 因为它是从造出来的 这些异常 在我异常还是属患处 不是我们理解的 那个是组织器官 硬做失调的一个状态 因为那个状态是看不到 照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才是疾病之因 所以他们不知道 这个才是他处的开关 而还是以照出来的这种开关 我们还是把它归到患处嘛 就是老的位置嘛 或是病的位置 那这些都是 不管组织受损是病的位置 还是异常是老的位置 那这个还是患处啊 不是他处的概念 所以他们从患处下手 常常是解决不了 他处体伤所致的病症 所以这里提出了 也因为他们这个从果治病 重医疗轻保健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出来了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下面 下面要下一页要谈的就是说 他们的仪器检查也是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西医在诊疗上他们是以仪器为主 所以重仪器反而轻症状 从这一剂已经不难看出了 这原始点或中医都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但西医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疾病症状 在体内一定可以靠仪器检查出的异常或组织受损来解决它 这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思维啦 但这样会导致仪器检查结果 跟我们身体的真实状况会有出路的 那这里就提出了 他们检查我们就以异常来讲 异常有两个状况 如果你身体有疾病去检查出异常来 还有一个是身体没有疾病 但却检查异常来 西医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如果当你有疾病而检查出异常来 那当然西医就会说有疾病 所以这个异常是疾病之一 那如果没有疾病 他就是说这个异常就是疾病本身 类似这样 好 那所以在诊疗上他大致有这些问题 第一个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那我们来挤出实例就是 第一个身体有症状 有症状就是疾病啊 但他的检查却怎么样 正常 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 身体没有症状 但却检查怎么样 检查出来说你有病 因为你有异常 可见他的检查 跟身体的真实状况是有出路的 这就是第一点要提的 那我们下面要提的就是 你不管有病或无病 他只要检查出异常来 他都准备要治疗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好 这里刚刚我讲了那么多 就是在讲也是在讲这一段 就是西医医疗治病是有矛盾的 为什么说他有矛盾呢 如果我们现在举第一个例子 就是身体有病也就是有症状 然后又有检查出异常 那我刚刚讲的 这个异常他们就会解释为疾病之因了 那因为他是疾病之因 你要解决这个症状 那当然就要处理这个异常 这个喔 这里都是文字比较抽象 我们就举头痛跟脑瘤来讲 比如身体他有头痛 然后又检查出有脑瘤 这样大家就有一个具体的看法了 那这样西医会怎么解释呢 他说这个脑瘤就是导致你头痛的因 所以要治疗 那治疗不是治疗头痛 先治疗脑瘤 所以他们是以检查出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就是先处理脑瘤了 好 那如果这样我们要理解的 这个脑瘤 它是不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肯定不是啊 它造得出来是果不是因啊 体伤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还有热能不足是疾病之因啊 它不是疾病之因 所以因为不是疾病之因 它也是果 所以即便经服药 用化疗药来处理脑瘤或放疗 来处理它 或即便用手术 直接把脑瘤取下来 这些让异常看不到了 好像也正常了 但你头痛未必可以改善 脑瘤拿完了 我看很多患者来 还是跟我讲 它头痛还是有耶 目前还是会头痛 那就代表怎么样 根本不是疾病之因嘛 检查出来不是疾病之因 好 这是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我们看下面 就是身体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应该是健康的 但它又检查出有异常来 所以他们这时候的解释就是 这个异常啊 他们常认为 这个就是疾病本身 也就是你虽然没有头痛 但却检查出恶性脑瘤来 那西医还是认为 这个就是疾病本身嘛 要治疗 但问题来了 这个异常 它也不是症 因为它没有患者没有症 也没有状嘛 所以它根本不是病嘛 所以很简单 它是是老而非病 但我们的医学 确保 我们的医学也是要治病的 医疗目的是要治病 但西医 却把脑瘤当作最主要的治疗对象 那显然这个处理这样的脑瘤 是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畴 好 我这样举脑瘤跟头痛 这样的实际案例 我相信这样来解释 大家都懂 所以这也是检查 西医发展到仪器检查 产生很多的问题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 我们来归根究底 产生这种与事实不符 及矛盾脱节的原因 都是指向仪器检查出来的 这些异常 并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啊 根本不是 它就是一个果 一个异常是一个衰老的果 组织受损虽然属疾病 但它也不是疾病之因 所以重点就在这一句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中医以原始点它的特色是什么 下一页 好 中医与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换言之 中医与原始点医学 都是通过诊断 以医疗保健支援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但在诊断上 中医是通过观察症状 以经络理论决定学位 而给予针刺 或以四诊心法 分辨体质而给予中药 原始点是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 即提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所需时间 即是否有效 使诊断变得易学易用 在治疗上 除配合其他保健方法之外 中医是通过 医针293用药 但原始点是 按推与热源并用 这是因为通过找出 原始痛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接触 踏出体伤 使疾病消灭于瞬间或无形 还可分辨乙病 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且使病情需要 还可按推换出痛点 而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即可大面积用于体表 又可借由灌肠 喷鼻 吸盐等用于体内 使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所以 按推与热源并用 就可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素育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此际 不同中医针刺瘦 只能解除病症 也不同中医外热源直艾久 虽可用于体伤位置 但因面积小 且时间短 以致疗效受限 难以发挥 又不同内热源直中药 虽可改善体质 但不能直达患出体伤 以致疗效缓慢 难以应急 由于原始点医学制 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 医疗与保健相辅相成 外肢与内肢相互配合 体伤与热能不足 兼顾处理 并以保存生命为先 解除症状居次 顾可大幅提升 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再者 原始点医学 是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的 其理论及诊断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 总结升华而成的 物求与实践相一致 以及说出来的 就必须能做到 故能一以贯之 不自相矛盾与对立 使理论与临床 诊断与治疗 医疗与保健 获得了高度的统一 好 我们来看看 这里 我们来看前面这一段 已经念得蛮长 我们从开始来做一个解释 那中医跟原始点医学 它的特色是从因治病 那西医是从果治病 前面已经讲过 那西医是以仪器检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这也跟中医跟原始点不一样 原始点他们 中医跟原始点是以症状 作为诊疗对象 诊断与治疗的对象 换言之 中医原始点医学 是通过诊断 那什么叫诊断 它是通过观察症状 也就是症状是可感可见的 比如你症的不适感 你就知道哪里痛啊 或是功能混乱 比如上吐下泻啊 这些或咳嗽气喘 你都可以讲得出来啊 那类似这样 所以中医 那状的组织受损 比如说皮肤病啊 有伤口啊 一看就知道 所以症状是可感可见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 就可以从果推因 知道它体伤热能不足 是什么情况 如果以中医来讲 就通过试诊心华 妄文文切来辨证 来了解体质 然后来处理 这是最基本的啦 所以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中医的诊断 是通过观察症状 然后 以医疗保健之言 改善体伤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医疗保健之言 也在中医 医疗保健之言 就是一针二就三用药 最主要 那原始点就是按推以外内热源 这个都属于 来改善 那中医讲的是体质 原始点讲的是 相及热能不足 所以讲法都一样 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就是要先把生命 如果比较属于重病的 要把他们生命先保护好 保护好 然后再进一步把疾病也处理好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但中医原始点毕竟 他们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 虽然理念一样 理念一样 但是在处理的细节 还有诊疗方法 原始点都有一些潜心的一些看法 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那中间这两者之间的比较 从我们下面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一页 在诊断上 我们现在来看中医跟原始点的比较 从诊断来看 中医的诊断 它有因为中医 它有外治法跟内治法 外治法的诊断 比如它是透过针灸 也就是针刺穴位 这一类 那这个它一定 针灸一定要牵扯 经络理论 好 另外还有中药 中药部分一针了就三用药 中药一定要透过试诊心法 来分辨体质 然后这两者才能达到诊断跟治疗的目的 因为诊断本来就是为了治疗嘛 好 那这个是中医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原始点了 原始点也是通过观察症状 这两者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 但接下来的细节又不一样 比如通过观察症状 原始点就可以推断疾病之轻重 怎么推断呢 观察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如果有就是重病嘛 如果没有就是轻重症 所以它观察症状就可以推断疾病之轻重 好 再通过观察症状 因为原始点有把症跟状分开 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 症的功能混乱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 那症的体力虚弱 多属患处体伤 那状的 状的组织受损 必属患处体伤 所以中医原始点已经把症状分类了 所以你只要通过观察症状 你也可以推断出 哦 原来这样它的体伤位置在哪里 如果是症的不适感 你看它这里痛那里痛 你就知道哦 这是他处体伤引起的 马上就可以推断出来 所以它变得是很直接 通过观察症状 你既可以变疾病的轻重 也可以变体伤位置 然后就可以决定 到底我是要以按推为主 还是以热源为主 然后大概经过 我们做了那么多案例 也可以总结出 它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治好 或是这样的重阴解症是否有效 马上就有一个概念了 所以这样让所有诊断变得很容易学 然后也很容易用 这是又把中医更简化了 中医透过望文问切试诊之后 还要问了很多啊 光那些时间就 花了很多时间在问诊上 然后问完之后 还要辨证论治 还要进一步思索 我应该是以什么样来处理它 然后再分阴阳虚实表里寒热 哇这里就更复杂了 到底是寒性体质还是虚的热的 这一变下来就又花了一些时间 然后再来把脉 哇有些医师把脉是很仔细的 一把可能就要一两分钟 那这种时间花了很长 但原始点不用你观察症状 马上他讲完你就知道 哦他的体相位置了 然后讲完马上 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马上就知道 啊有就是重病 没有就是轻重症 是患者讲完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不用再问很多问题了 这些延伸的问题通通没有了 所以而且大概这个病多久会好 也会有一个概念了 很具体的概念 所以它变成使诊断变得 很容易学也很容易用 不再好像 只有一些会读书的人才能应用 原始点当然理论也要看 但他的理论很简单 前后才总共 才五六十页 就可以涵外瓜所有的 那如果谈诊断与治疗 大概十一页 十一页的内容就可以 讲解到很清楚了 然后在应用上 只有几个概念而已 所以非常好用 这也是跳脱我们医学 那个理论很繁复 然后要应用到临床 那各派各门说法又不一样 那以西医 哇他的理论又要读很多 所以难怪医师都要读七年 那以原始点 如果你认真读认真学 大概半年一载 也就可以学到非常好了 那在应用上也可以应用自如 所以他变得很容易学 很容易用 省掉很多教育的成本 这也是原始点 跟其他医学最为不一样 好 那这里是把诊断 原始点跟中医 有一些不一样的也提出来看 那我们就治疗方面 再进一步来做一些比较 我们来看下一页